请听汉武大帝 听众朋友好 欢迎收听文质武功汉武大帝第十五集 我是安吉 说起丝绸之路啊 可能浮现在您面前的 是清脆的驼铃声 满载货物的各色驼队 广袤的草原 漫天的野花 清澈的河水 快乐的笑脸 这条经由中亚通往南亚西亚 以及欧洲北非的路上贸易往来的通道 辉煌历史形成于公元前后的两汉时期 唐代达到鼎盛 止于元代 长达十五个世纪 其东起于西汉的首都长安 今西安或东汉的首都洛阳 经陋西或雇园 西行至金城 即今天的兰州 然后穿过河西走廊的五威 张叶 九泉 敦煌四郡 出玉门关 穿过白龙堆 到罗布泊地区的楼兰 由此分为南道 北道 分别通往欧洲 西亚等地 向西方人展示着东方文明 一千多年走过 几经沧桑变幻 残留的古城 战道残壁 部落客栈 列九 默默诉说着昔日的凡圣 而这凡圣背后 是其缔造着汉武帝的雄才大略 我们前面说到 汉武帝继位不久 就派张迁出使西域 联络饱受匈奴七龄的大跃之 回敦煌齐连山旧地 那年是公元前139年 张迁率领一百多名精心挑选的随从 从隆西出发 很快就进入河西走廊 不过那时的河西走廊 还是匈奴人的领地 所以途中就遇到了匈奴的骑兵 张迁等人都被俘虏 并被送到缠鱼的王庭 这个匈奴人也很有意思 他知道张迁是汉朝的使者 既不想杀他 也不想放他走 他们就给张迁分了一个老婆 给他生儿育女 想用这种怀柔政策 把他留下来 那就这么张 把他扣留了十年之久 一般情况下吧 都过了这么长时间了 再雄伟的壮志 在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消磨下 应该也灭得差不多了吧 所以匈奴人渐渐就放松了对张迁的看管 然而汉武帝还真没看错人 这十年中 张迁一直没忘所赴使命 有一天 张迁趁匈奴不备 带着唐义富等手下 跑出了匈奴人的地盘 继续向西进发 他们取到天山南路的车师 经过一通折腾 好不容易找到大悦之人 可是大悦之人颠沛漂泊了这么多年 现在总算是过上了平静的生活 他们根本就不想放弃自己安逸的生活 什么报仇血恨呢 早扔到脑后去了 张迁在大悦之 苦口婆心 劝说了一年多 还是没能说服大悦之人 公元前128年 他只好带人踏上返回汉朝的归途 回去的路上 虽然张迁改走南道 尽量避开匈奴人 但还是一不小心 又被匈奴人抓了回去 不过这一次 匈奴人忙着内乱 谁也顾不上张迁了 一年多后 张迁又带着老婆儿子 和唐义富一起逃出匈奴地区 前后历经13年 总算又回到汉朝了 汉武帝看到张迁 历经九死一生 始终坚守使命 非常感动 就封他为太宗大夫 之后就派张迁跟着魏清 出征匈奴 张迁在那儿放了十几年羊 哪有水哪有草 早都一亲二处 所以他在出征中立了大功 后来被武帝封为伯望侯 虽然张迁没有达到出使的目的 但因为他亲自跑过大碗 康居 大跃之和大夏等国 对西域的地理物产 风俗习惯 就有比较详细的了解 如上述国家 出产葡萄 木许 石柳 芝麻 大蒜 蝉豆 黄瓜 狮子 犀牛 汉血宝马等 这位汉朝开辟通往中亚的交通要道 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在汉武帝询问西域驻国情况的时候 张迁说 由于匈奴的势力强大 所以西域很多国家 不得不屈从与匈奴 他着重介绍了乌孙国与匈奴的矛盾 并建议 招乌孙王东返敦煌一带 跟汉朝共同抵抗匈奴 这就是断匈奴右臂的战略 同时张迁还建议 加强和西域各国的友好往来 用赠送礼物 给予好处的办法 让他们来朝拜汉天子 如果真能得到他们 并用道义使其为蜀 那么就可以扩大万里国土 招来不同风俗的人民 使汉朝天子的声威和恩德 传遍四海内外 这些讲法和汉武帝一拍即合 于是就都被采纳了 在公元前119年 汉军再次大败匈奴 并且控制了河西走廊后 汉武帝第二次派张迁出使西域 这一次张迁率领的使团更为庞大了 有300人组成 每个人被两匹马 带牛羊万头 金箔货物价值数千巨万 使团先到了乌孙 乌孙王昆默接见 张迁向昆默说明他出使的旨意 但是因为乌孙国国内当时分裂 昆默没有办法同匈奴彻底决裂 所以游说乌孙东返没有成功 但是昆默对待张迁等人还是非常友好的 在和昆默谈判期间 张迁又分别派遣赴使到大腕 康之 大悦之 大夏等国 都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特别是在安息国 也就是今天的伊朗一带 汉朝的使者 受到两万人的盛大欢迎 公元前115年张迁出使归来 乌孙王派向导和使者 几十人随同他一起到长安 并带来几十匹马 回报和答谢汉天子 顺便让他们窥视一下汉朝的情况 了解汉朝到底是不是像张迁说的那么大 那么好 汉武帝看到乌孙派使者前来 非常高兴 除了热情招待他们外 还让他们到处领略汉朝风光 乌孙的使者看到 汉朝不仅人多 而且财务丰厚 赶紧回去报告国王 从此以后 乌孙国就越发地重视汉朝了 又过了一年多 张迁派出的沟通大夏等国的使者 多半都和所去国家的人一同回到汉朝 于是 西北各国从这时就开始和汉朝有了交往 因为这种交往是张迁开创的 他又被汉武帝封为伯旺侯 所以后来前往西域各国的汉朝使者都被称为伯旺侯 以此来取信于外国 外国也因此而信任汉朝使者 《史记》中记载 张迁之后一段时间 初使外国的使者每批多则数百人 少则百余人 每人所携带的东西大体和伯旺侯所带的相同 此后初使之事习以为常 所派人数就减少了 汉朝大致一年要派出的使者 多的时候十余批 少的时候五六批 远的地方 使者八九年才能回来 近的地方几年就可以返回来 有汉朝使者极力探寻黄河的源头 认为这源头是出在榆田国 那里的山上盛产玉石 使者们便采回来 汉武帝依据古代图书加以考察 命名黄河发源的山叫昆仑山 至于外国使者 除了安息、乌孙等等 包括大碗西边的小国 欢钱、大义、大碗东边的车师 于申、苏谢等国 也都跟着汉朝使者来 敬献贡品和拜见汉武帝 当时长安城出现形形色色的西域人 俨然一个国际化大都市 武帝非常高兴 张建和汉朝使者的出访 使汉朝与西域和中亚西亚的交通 从此开通 外来文化的输入也自此开始 历史上著名的丝绸之路 也从此开始演绎或喜或悲的故事 丝绸之路开启后 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和商品等 进入大汉王朝 来自印度的大象、孔雀 来自安息国的鸵鸟、狮子等 以及产自西域的瓜果 如葡萄、石榴、西瓜、无花果等 乃至琵琶等乐器 都让汉朝人大开眼界 汉武帝也非常乐意展示 大汉帝国的富足和强盛 那时候 汉武帝屡次到海边之地视察 每次都让外国使者跟随其后 大凡人多的城镇都要经过 汉武帝还常常准备丰厚的礼物 赏赐给外国使者 让他们变观各地仓库中 储存的物资 以表现汉朝的广大 让他们大开眼界 不过 当时的匈奴人虽然是汉朝的手下败将 他们在西域的影响力还是蛮大的 那对汉朝使者和往来客商多有侵扰 西域诸国也涉于匈奴的武力 有些就成为匈奴人的帮凶 不仅抢了汉朝使者的货物 甚至还杀了一些使者 那么汉武帝又是采取什么措施 来解决这些问题的呢 亲爱的听众朋友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